好 今天早上吃完早餐 然後再來測試一下 在Twitter上面直播會發生的事情 然後 邊開個車 然後邊跟大家聊一下 在Twitter上面直播要知道的一些事情 OK 我不會開很久 因為我等一下要忙 所以 所以 邊開車邊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在Twitter上面開直播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在Twitter直播的部分 昨天有幾個VTuber朋友也有跑來看直播 然後有來那個 有來DC這邊跟我聊天 那 對 這一場有特別的錄影 然後所以 稍微總結一下目前在Twitter上面直播的幾件事 那首先第一件事情是 怎麼樣找到在 在 Twitter上面直播的按鈕 那我相信應該有 不少的朋友應該已經知道 就是 在你的網頁版的Twitter裡面 在你網頁版的Twitter裡面 會有更多的選項 會有更多的選項 然後更多的選項 更多的選項 你可以看到你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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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Alan昨天在看分析的時候 就發現 Alan有多另外一個選項 應該叫做 Media Center 他沒有翻譯 他就直接叫 Media Center 那你如果點進 Media Center的話 他會 出現一個 資料庫 然後你可以 為你曾經 發佈過的 所有的媒體的資訊 包含像圖片或影片 做Meta Data的部分 就是你可以幫那些圖片做命名 或是做整理 甚至做所謂重新發文的部分 有一點點像 有一點 有一點 有一點點像 YouTube的 影音的管理介面 可是它是管理圖片 加來的影片 然後它在其中一個欄目 它其中有一個欄目叫 produce produce Alan英文不好 所以不太知道 produce是什麼意思 總之 總之就是它有一個欄位 就直接叫produce 然後你如果點開produce 那個欄位的話 你如果點開produce那個欄位 它就會顯示一些跟直播 就是它翻譯翻叫廣播 有關的一些資訊 那 它建立廣播的方式是這樣 就是說 它會跟你講說 要先建立來源 來源就是你的那個直播的串流的方式 就是像是它可以選伺服器 我昨天稍微看了一下 因為我其實不太方便截圖 因為它如果要截圖 要馬掉很多東西 因為它的那個直播金鑰有沒有 它的直播金鑰等等的資訊 都是明碼的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 YT跟Twitch也都是明碼 只是說YT跟Twitch 它會先把它隱藏起來 你需要明碼的時候再把它複製 那 Twitter沒有做這一塊 那它在選 伺服器 你在選直播的伺服器的時候 你可以選很多個直播 就是有12個伺服器可以選 那 昨天 我開直播 我昨天在Twitter上面開直播 我是選 日本伺服器 那亞洲地區 12個伺服器裡面有5個在亞太地區 那 通常 我們 在台灣 下意識 但是主觀會覺得可能會比較順的 就是 像 日本啊 首爾啊 新加坡 還真的 就很剛好 它有日本 首爾跟新加坡 那 我今天早上本來是想要測試 用首爾的伺服器 直播看看 請注意 結果 剛剛 在測試的時候發現 首爾的伺服器 它 那個 掉 掉那個 衛緣 掉滿嚴重 欸 哈耶倫啊 沒有 我現在是邊開車邊總結一下 推特直播的東西 還有就是我現在在測試用 新加坡的伺服器做直播 OK 那 昨天是用日本的伺服器 那 在用日本伺服器做直播會有幾個狀況 就是說 第一個是 嗯 相較於 YT的 低延遲 跟超低延遲 還有 Twitch的 延遲來講 Twitter的 直播的延遲 相對 很久 大概有 5秒到 10秒左右 就是 體感上有感受到 很延遲的狀態 那 我 Alan是覺得是 YT跟Twitch 延遲 本來就很低啊 因為大家習慣 大家習慣 大家習慣 所以可能 Twitter 有 5到10秒延遲 你會覺得沒有辦法接受 那 日本伺服器 目前 Alan測試是覺得還不錯 那 呃 Alan用的 Alan家裡的網路 是 雙向500Mbps 那 ISP 對於 就是這家 網路廠商 對於國外的頻寬也都還不錯 Alan不是用種花的 所以如果有種花的朋友實驗 就是測試 測試 測試的話也可以提供一些訊息 提供 搞不好在那個 用種花的去做直播 搞不好 搞不好延遲就不會那麼多 然後也不會那麼容易掉 掉陣 掉陣 應該說掉網格 就是掉那個 掉那個bit 瘋包啦 喔瘋包 對對對對對 哇靠 天啊 你已經逐漸的 不會講話了 沒有啦 網格也是 應該說網格講的是bit 阿瘋包講的是bite 嗯 對 也差不多啦 喔還有 還有就是另外一個 昨天我們這一群人在 ㄎㄧㄤ的一件事情就是 Twitter的直播沒有任何留言的界面 哈哈哈哈 請注意 對阿 沒有人基本上是狗跟小 天阿 我 我覺得很酷 我覺得很酷 就是 包含我剛剛 就是我剛剛又花了大概一個小時 在摸索他的界面 然後我就發現 很好笑就是 呃他直播是 他直播會給你 就是他直播 播出去的時候 他會給你一個直播的連結 嗯 然後 那個直播的連結 你如果 把它放出去的話 你 用 網頁打開 你會獲得一個 有我這個直播的一個視窗 然後這個視窗就是我的直播 他只有我的直播 對阿 對 然後你沒有任何地方可以留言 然後你也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可以 嘖 你一定要往 那個直播上面 按我的大頭貼 點到我的那個 頁面 才有辦法跟我互動 阿 所以就變成說 其實如果你真的要跟我互動 阿 我如果真的要分享 那個這個直播的連結 連結的話 最好的方法就是 喔呦 就是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要分享那篇貼文的連結 然後大家在貼文那邊互動 喔這個就是一個簡單的 目前 整理推特直播的 一些心得啦 我其實也不知道現在直播到底順不順 我剛剛測試的時候 感覺有點順又有點不順 因為它會卡 跟日本的比起來它其實蠻不順 可是就40秒 哇你這麼早就起來了喔 蛤 你這麼早就起來了喔 蛤 我早下已經一點了耶 阿可是你昨天應該比我更晚睡阿 喔對阿 哈哈 那 對啊 我看咪咕好像嗨到7點阿 哇 什麼 他不是說到5點嗎 他那時候上上起來的時候他等到5點阿 可是他推特不是7點才發的嗎 那我 我不知道 不知道阿 瘋掉耶開到7點 可以啦找安台阿 那個學隔壁友台仙兔 早上9點開始開 我們去確認已經是重要的事情了 怎樣 就是確認我到底可不可以買鐵三角 為什麼要確認 確認阿 因為要看有沒有錢可以買阿 有沒有錢可以買 那你就等有錢的時候再買就好阿 你不是說不行阿 他那個是限量組合 喔 是限量組合是不是 對啊 還是Alan信代 Alan不行 Alan信代這個月不行 Alan信代已經沒有魔力了 你如果願意等我到15號 Alan信代就可以 蛤 你說什麼 你如果願意等我到15號 Alan就可以使用Alan信代 就倫娜就可以使用Alan信代 Alan信代現在周轉不靈 Plan 沒中獎 我 ν cas 那天真的很 cann 我那天用去HPT 然後他幫我生成 生成那個 那他幫我去分析號碼 我要笑死 靠幽啊 你真的請他報名牌 對不對 hearts 哈哈哈 他跟我講說 這樣的分析 是有點so stupid 因為太沒有效率了 而且他跟我講說 很抱歉,作為一個人工智能 我不能提供你樂透什麼的 可是 我換個說法 有一個遊戲 叫做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把樂透的規則貼給他 他就幫我生成了 所以我就說你還是可以的嘛 他就是 他就笨笨的阿 應該也不是笨阿 他就是一個沒有能力 完了我這段話講說 就會被一群人延上 Alan到現在都覺得 Alan認識一個老師 他就評論chat GPT 是這樣評論 就說齁 他說齁 Chairt GPT其實就像一隻鸚鵡 鸚鵡 你跟他講說 哈囉 他會跟你回你好 但是那隻鸚鵡知道你好是什麼意思嗎 不知道 對啊 像去年有一篇報導 就說有人做過寵物的研究發現 大部分的寵物都以為 他的名字是來吃飯的意思 哼 其實完全不意外阿 就是因為你只要叫他名字 他跑過去就會有東西吃阿 所以他會覺得那是吃飯的意思完全合理阿 俄羅基 對啊 阿因為他又不懂 對不對 喔我要先去吃藥等一下吃飯 不不不 我其實等一下 我這一趟開完我就要下了 因為我當然就只是 想要測試看看韓國的 就是 韓國 阿不是 就是 阿應該這樣講阿 我原本是要測 Twitter韓國的伺服器 有沒有辦法直播 結果我剛剛要播的時候 就發現 Twitter韓國的伺服器 播不了 那 然後我現在是播新加坡伺服器 請注意您的時速 阿昨天是播日本伺服器 也是提供真的要當VTwitter的朋友 一個參考 雖然我也不知道 到底有多少V會 用Twitter直播 然後我也不知道 到底有多少V的帳號 是可以用Twitter直播的 因為很明顯我們昨天四五個人 看了一下Twitter帳號 好像真的只有我的可以 阿我也沒有付錢阿 而且我還常常發文罵推特 請注意您的時速 推特是抖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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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是抖M的部分 很喜歡被罵 被罵 被罵會爽 哦 這個用戶一直罵我 哦 好讚 哦 舒服 舒服 哭啊 機殺 哇乾 這樣 沒有那個 收費站煞車 煞不住 撞到人家欄杆 好耶 撞斷 沒有 而且我很好奇一件事 就是說 理論上啦 理論上我如果PO 在Twitter直播的文 然後他如果真的要Push直播的話 理論上我貼文裡面含有直播 他那個演算法應該要提高我的觸及力才對阿 如果他真的要推直播這個功能的話 但我明顯好像沒有啦 我剛剛在推特人不是說發了一篇長文 哇你竟然在推特發長文 真是稀客 稀客 你知道我一二三四五五篇 你知道Alan現在對長文都怎麼做嗎 沒錯 我先寫在MASTERDON 再結MASTERDON的圖 貼在推特 吸吸吸吸吸 這個方法有沒有 是不是很棒 欸我看你很少上MASTERDON 對啊 我連推特都很少開耶 推特少開的朋友竟然在推特上面發個長文 小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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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今天五三四 我剛剛點外送了 你點什麼外送 牛排 牛排 對啊 牛排送外送 可以阿 那你剛剛不就要點五分手 沒有阿沒有可以選的阿 反正那種 那種東西送過來就是差不多那樣 對Alan來講牛排不會是我點外送的選項 除非是什麼牛排沙拉之類的 啊?牛排沙拉 對啊 什麼聽起來很噁心的東西 啊就是沙拉上面放切好的牛排肉阿 齁 對啊 我決定今天晚上要拿推特的直播開耐久台看看 看會發生什麼事 欸不是今天要忙 蛤什麼 不是今天要忙 不是阿我今天要忙阿 我的晚上是我忙完阿 我等一下我這一趟開完我就要去忙了 現在離晚上還很久好不好 現在才1點 可是我那一天問 最主要的結論就是 至於那些轉天假消息的人 我覺得不需要選擇啦 你先告訴他們正確訊息就可以了 至於他們要不要聽就不是我們可以掌控了 但你至少可以從他的反應去看穿他的人為 進而決定要不要跟他繼續相處 如果你剛才講說 欸這是錯的訊息 他就不插小你阿 他就覺得你是個 他就覺得說 喔沒關係阿 反正我就貼在他講一個屁話 那你就可以覺得 你就可以想說 到底要不要繼續跟這個人相處 到底要不要繼續跟這個人相處 阿倫是個理性學民 請敬以您的學術 阿倫是個理性的Vtuber 所以你叫李A倫 李A倫 水啦 那你可以跟隔壁那個李青椒 李青椒 臉動 臉動 我們都是理性Vtuber 欸 李青椒你如果有聽到這個直播 喔 這個是個不錯的提議喔李青椒 我們都是李青椒 應該沒有 他早上 他也是看到早上的人 喔我知道我有看到 呵呵呵呵 很扯欸 很狠欸 我今天早上 八點吧 就起來 上廁所 然後滑了一下推特就發現 幹他才剛寬台 你知道這個人 開了八個小時 十四分鐘 拜託 昨天咪咕開十二個小時 好不好 他的開始時間是十四個小時前 嗯 好扯喔 好狠喔 然後 對阿 然後我就 八點起來上廁所 上完廁所又躺回去 就喝了點水 躺回去 躺回去之後又 就睡到十一點多 然後睡到十一點多起來 剛剛 簡單吃了一個點東西 等一下去忙 阿就想說 因為剛好 剛好 有一個空檔 就想說 好不然開一趟車 然後 稍微簡單跟大家講一下推特的 直播的設定 欸我不是前陣子有跟你講說 我要帶人去吃響石天堂嗎 欸然後呢 訂不到 訂不到 哈哈哈 那你知道我們最後選了什麼嗎 什麼 漢萊漁港 漢萊漁港不錯阿 我覺得漢萊漁港比較好吃捏 天母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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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天母店 喔 因為 只有那家有阿 因為另外一家 不知道在哪裡 我忘記了 另外一家在忠孝敦化阿 喔 那家 沒得定阿 只有全部沒得定 喔 我阿德 Alan有一年 咪咕的生日 就是帶他去吃 那個 忠孝敦化的那個 漢萊漁港 漢萊漁港 因為 咪咕咕咸 咪咸響食天堂鹹的鑰匙 你知道嗎 喔 可以想像得到 因為你吃完 漢萊了嘛 你吃完了對不對 嗯 你應該可以感受到 為什麼會咸 沒有還沒吃阿 20號啦 喔還沒吃喔還沒吃喔 對啊 你去吃完你就會知道 為什麼咪咕會很嫌棄 響食天堂 你應該吃過 我吃過漢萊啦 我去看看 我沒有吃過阿 你沒有吃過 那你吃完你就知道了 那你應該吃過 響食天堂嘛 吃過很多吃阿 呃 Alan對響食天堂的評語就是 幹 你可以不要那麼多品項 然後每個品項多一點 喔 那這樣的話你不能去吃 響食天堂的高級版欸 蛤 響食天堂的高級版 它有一個騎駕品牌 有一家 也是跟響食天堂類似的 它是走奢華路線的 那一家叫什麼名字 我突然忘了 有這種店 嗯 是想想嗎還是什麼 想想 因為那個什麼 Alan之前也是有一年 咪咕生日也是帶 咪咕去響食天堂 然後 然後 是去 我們是去台北車站那一家店 然後 Alan的評價就是 Alan的評價就是 怎麼說呢 像是他港式的部分有沒有 他就給你放一龍燒賣 然後跟你講說 欸我們有港式喔 Alan就覺得很吐血 喔對阿是想想啦 我剛剛去查了一下 是想想 想想很扯 你知道他怎樣嗎 他 他在 新中還是板橋的摩家店 那家想想 他是一整層 都是他的 他有八個區域欸 然後他的用餐時間好像是 四個小時吧 然後不會趕你走那種 而且你甚至可以怎樣 你甚至可以 吃一吃 然後想說 嗯出去走走 逛逛好了 然後你給他蓋個張 你就走出去 然後你可以走回來吃 厲害吧 感覺是你會有興趣的阿 只是 他東西很多 他有八個區域 他就是分八個主題這樣 還有另外一個重點 重點是訂不訂得到 阿對 那想想 因為他 電早 然後人想確認多 朋友確認很多 所以 嗯 可能要提早訂 可能要提前 一個月訂 那你知道怎樣嗎 小吃天堂 我會不會以為 他可以訂 但是你知道 我後來發現他改規則 他的訂位方式變成說 你不需要 就是你只能訂一個月內的 所以也難訂 喔 嗯 酷阿我這個直播 不知道跟大家分享說 怎麼 開推特直播 結果後面變成 分享如何訂 想吃天堂 哈哈哈哈 可是 我覺得想吃天堂真的是普通阿 我想真的 他對我來說就是一個 評價級吃到飽 他也不評價阿 他只是 東西比較多而已 因為 如果要我選評價吃到飽 我可能會去吃299的評價燒肉 現在很少有299的評價燒肉 至少我知道中壢還有一家 看看倒了沒 倒了沒阿 不要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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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因為我覺得他真的很難生存阿 喔 也是啦 雖然他的位置還行 旁邊也有那個 喔他漲價了 我看到了 欸是這家嗎 對對對是這家 他現在改了 他漲價了 他現在變成是燒烤360 然後燒烤加火鍋410 喔 嗯 像那個什麼阿 那個 其實坦白講阿 我自己 我幹 幹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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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 我自己覺得啦 想吃現在的價位喔 我就會想要直接去吃洗來燈了 喔 嗯 因為沒有多多少錢阿 他這個 這個燒烤他很久以前是299加10%服務費 欸 然後如果 以前有沒有火鍋我是不知道阿 但是至少我是從來沒有點過火鍋 只有點過少肉 對阿 他原本就是燒烤火鍋吃到飽欸 天阿 想起來了 很好吃欸 有啦我們也改天去 對啊 啊 中壢也沒多遠 我找個理由去中壢 因為我剛好有 我剛好有朋友在中壢辦展覽 喔 喔 哇 請注意您的時速 是怎樣 啊 他 但是我跟你講就是 你要先想 他以前的價格是299 不要包太高期待 他真的就是吃爽的 他是讓你爽的 不是讓你吃的好的 嗯 那人可以體解 對 我怕你給他太高的期待 不會啦 不會啦 我說一句難聽的啦 現在500塊以下的吃到飽 我都不會給期待 呵呵 乾 真的阿 欸我吃完去吃了還沒吃欸 靠北歐就拿水了 好 有在看直播的朋友大家好 那個 這也是Alan正在開歐車卡車 那 呃 Alan這次的直播前面 大概前20分鐘吧 是在分享Alan開 就是在Twitter上面開直播的 目前獲得的一些資訊 那如果你是VTuber 或是你想要試試看如何在Twitter上面直播 首先Alan先講一下就是 Alan不知道目前到底是誰才有直播的功能 因為昨天晚上第一次在Twitter上面開直播的時候 發現 呃 在場的四五個有Twitter的朋友 有V也有不是V的 只有我的帳號有Twitter直播的選項 其他人都沒有 我真的不知道這中間到底是發生了什麼 呃 這中間到底差在哪 那如何找到Twitter的直播選項呢 在大家使用桌面版的Twitter的時候 會有一個在左邊的選項裡面會有一個更多 然後在更多裡面 點開會有一個 呃 創作者的一個工具箱 那在創作者的工具箱裡面呢 理論上你點開 呃 就會出現一個Media Center 還有分析 可是昨天 問了幾個VTuber跟不是VTuber的朋友 有Twitter的朋友 只有我有Media Center這個選項 所以Alan也覺得非常的奇妙 為什麼是這樣 Alan不知道 那如果你有 那你就可以點開那個Media Center的那個選項 然後在裡面找到一個欄位 叫做produce produce這個欄位裡面就會有 建立廣播的按鈕 那你要建立廣播之前你要先去建立來源 就是你要先去建立你要從哪裡直播 然後 那 哇幹 車快沒有了 加油站 剛剛的地方沒有加油站 喔 然後 呃 在produce 你要先去 使用出口 你要先去 建立來源 那來源的話 目前Twitter有提供12個Server可以去選 那在這12個Server裡面有5個是亞太地區的Server 有5個是亞太地區的Server 那Alan昨天的直播 Alan第一次在Twitter上面直播是用日本的Server 那現在這個直播是用韓 不是 是用新加坡的Server 本來Alan要用韓國的Server 結果發現韓國的Server 呃 新加坡的Server 新加坡的Server 還不錯 欸應該還可以 但是 延遲的感覺有比 那個 日本Server還要高 那 請注意您的時速 你如果要在Twitter上面開直播 那個感覺就可以開 就跟你開音訊空間很像 就是你還是要另外貼 你還是要另外弄個地方發文 這樣子觀眾才可以跟你互動 這樣子觀眾才可以跟你互動 對 這很 這很奇妙 我也不知道Twitter怎麼想的 做早亂 做早亂 那請理一下 然後延遲比較高 延遲比YouTuber的低延遲 跟Twitch 平常的延遲還要高 但Alan覺得是因為大家習慣 這兩個平台延遲那麼低 沒錯我們都被平台綁架啦 沒錯 你哭啊都沒有加油站 看要 要沒油啦 只好 把旁邊的車攔下來 跟他借一點油了 你要確定 哭啊這高速公路我都開了快100公里了 我都沒有遇到加油站是怎樣 好 像我跟妳講 這個 你這個 新加坡的伺服器 延遲 不是延遲 不是延遲 是 它會那個 你會瞬移 然後畫面會突然就糊掉 噢 它風波掉了很多 嗯 看來 日本跟 看來 如果台灣要用Twitter直播的話 還是要以日本伺服器為主 我剛剛 你瞧瞧 新加坡很遠欸 日本又不會有進到哪裡去啊 日本也不容易有進到哪裡去啊 日本飛一個小時到了 新加坡也不 現在飛一個小時到不了嗎 蛤 什麼 新加坡飛一個小時到不了 日本飛一個小時就到了 呃 日本也要看哪裡啦 那個沖繩 沖縷 沖縄的確很近 沒有啊 你就算是北海道也就是一兩個小時啦 可是你如果飛新加坡就不止欸 快要到了剩18公里 但快沒油了 拜託這桶油讓我開到那裡去 那不是可以顯示說你的油還可以開到哪裡嗎 我不確定欸 我不知道怎麼按出來 因為我現在用手把 可能有啦 只是Alan不知道 加油站在那個送貨地點的旁邊 剩10公里而已 快快快 車車加油 車車加油 那總之就是目前Alan測試的心得啦 然後目前推特建議 就是他給的guideline裡面 他是建議你播1080p 30fps的內容 我站立一下 OK 沒有我等一下也要關台了 我靠要關台了 請注意您的時速 然後 他是建議你播1080p 30fps的內容 但是你如果丟60fps的內容給他 他也不會有什麼問題 那目前Alan還不確定 目前Alan還不確定他有沒有直播 時速上的限制 Alan不確定 因為Alan昨天才播90分鐘 今天應該也才播半小時 半小時嗎 差不多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是Alan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把直播檔下載下來 昨天Alan的直播我沒有看到可以下載下來的按鈕 所以Alan 而且Alan在直播的時候都會習慣 我飛來了 我跟你說 我點這按鈕還有一個特色 欸 就是他的 配餐 副餐 有白飯 漂亮喔 很開心欸 有些人也很開心 對啊 很爽欸 啊目前Alan也不知道到底他能不能把你直播的影片載下來 因為Alan直播都會習慣 習慣直接按錄影 可是很像串聯又錄影的人吃效能欸 你如果那個錄影是直接錄直播的畫面的話 就不會吃額外的效能 但是你就是會吃你的那個 硬碟的空間 直接錄直播畫面什麼意思 就是你 你如果 你在設定OBS的錄影的時候 他有一個選項叫做 錄影畫質 然後你如果勾選的畫質叫做 與串流同畫質 就是 錄影畫質選與串流同等畫質 懂了懂了 他就不會再編碼一次 嗯 他就不會再編碼一次 喔 好啦我要下播 好吃 你慢慢吃 我還真的是直播半小時欸 對那你慢慢吃 我要去忙 不不 今天這一集 會 我還在思考昨天的開車要不要上傳到YouTube 然後今天這一集會上傳到YouTube 能播嗎昨天的 昨天的 也沒有到不能播啦 反正也沒人看 沒事沒事 但是就是也沒 也沒有說不能播啦 然後 因為這一集有稍微簡單 講一下目前用推特直播的 一些心得 所以我覺得還是 可以放下 那個YT 好那總的就先這樣 不不不 掰掰 他真的調格調很多欸 我那個OBS上面寫 引格隱私百分 引 不啦 引格遺私 百分之二十六 很多欸 對啊 還好我有按錄製 那你先這樣 不不